大家看我这颗米兰花现在开花非常多了 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新芽在不断生长 原因就是我给它连续使用了 这个增根状化型的有机养叶 现在开花非常多 那么为什么当时是给它使用 这种增根状化型的有机养叶 而不是给它使用012听起来呢 因为当时这颗米兰花 它是一边长新芽 一边花芽分化 所以说这种情况 给它使用这种增根状化型的有机养叶的话 既可以强壮根系 吸收土壤中的营养 能保证新芽生长 又能保证有足够的营养来开花 如果说单纯的给它使用012听起来的话 那么它的新芽很快的就会出现老化 以后长不出更多的芽点来 那么就载成它开花少 那么当然了 如果说我们的米兰花是处于开花的状态 就像这种状态 已经没有新芽生长了 那么我们使用这种磷酸二斤甲 这个效果也会非常的明显 所以说大家的米兰花 处于哪种状态 我们就需要给它使用哪一种催花肥 像我这一颗的话 就是连续使用了这种增根状化型的有机养叶 现在根系强壮 开花又多 好了 如果说大家的米兰花 也是处于这种状态的话 大家尽可能的 多用一些增根状化型的有机养叶 让它根状化多 我们下期再见